現在上班時間有人在偷看直播嗎?應該沒有吧? 這一台是Toyota的RAV4 5代是油電的四傳版 這款車我們在社團裡面已經有直播過好幾次了 就剛好有車子來的時候都會分享 有一個好消息是經理也有一個高雄的朋友 這個也是認識大概快20年的好朋友 也在高雄、永逸 一樣是這台車RAV4的5代 因為我不曉得換新車了 也是裝我們家的避震器 謝謝車友的朋友 這台車的5代跟CC 最近應該是Toyota最賺錢的兩個車款 這台車是油電視區的 它的底盤懸吊系統 5代已經走成TNG2的底盤了 今天你有要看什麼嗎?沒有 今天除了要改KT的避震器之外 要改這個 這個是仰角調整器 至於為什麼要改仰角調整器 等一下會跟各位來做說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原廠的前方 前方的話比較沒有什麼特別 TNG2的系統 前面都是賣花層 賣花層的話就是 它的避震器 不只是負責旋轉 還要負責上下 所以像這個下方的話 原廠都會有一個軸繩 那5代的話 車子大家都知道還很新 所以這個上座其實都還沒有壞 但KT的話 連這個上座都有負新品 那這個上座的話 它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從那邊拍過來的話 這個上座 這邊的高度跟這邊高度不一樣 它好像是6.5度還8度 這個車我已經做到都忘記了 這個斜度 KT也有把這個斜度做出來 所以KT的話 是上座的話都是新品 不用再沿用原廠的 沿用原廠有一個缺點 就是在組裝的順序上 通常下方的一些軸心 有的像CAMOLED的話 還有缺角 還有它的軸套之類的 安裝的順序要正確 不然的話轉向的時候就會有異音 所以在安裝上會比較麻煩 而且像這個彈簧 原廠的它的大捲式彈簧 它是有做預載的 所以在拆這一顆軸心的螺絲的時候 如果冒然的拆開 這個彈簧會彈出來 人計時的話可能會受傷 所以在拆裝上也有一點風險 所以KT的話就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全部都是總層件 不用再把原廠的上座拆下來沿用 那如果這個影片搞不好 看了這個影片是2023年之內 那車領也久了 這個上座壞掉了 也不用擔心 因為KT的話就都有附上座 好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一台車其實有很多的車友 都會反映說 存在家人的時候 家人很容易會暈車 那最主要的狀況還是在 它的彈簧跟樹泥 因為Toyota的車系 它通常在設計的時候 會做得比較舒適 如果這台車的品牌 可能是B&W或者是奧迪之類的 它的阻尼跟彈簧的配置 就會比較硬朗一點點 但現在的話 不只是韓日系車喔 有一些車款的狀況的話 都顛覆以往的一個概念 像最新款的X6 G06 經理有把這個 它後方 因為G06的車主也跟經理說 它的車很晃喔 跟它之前前一代的X6的話 狀況都不一樣 不好開 然後我有把它的阻尼直啊 把它來拉這個Dino 拉拉的曲線 結果B&W的現在的G06 也特別特別的軟 就像Toyota的車系一樣 很舒適喔 那這個狀況的話 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所以這個是比較主觀一點點 改裝了KT之後 然後這個的鼠尼喔 自然就會強很多 像這台車的後方懸吊系統 如果像現在的車 用歐系日系的話 可能不是很精準 那我們用一台差不多同級的休旅車 現在的Tosan 或者是現代的Centalfi最新款的話 今天你還沒有做到 所以還沒有機會拉到它的阻尼直 那如果是Tosan的話 它的桶身是由歐洲的Sachis所代工的 它的阻尼啊 它的底盤其實就做起來就很像歐系車 所以這個底盤的避震器 的桶身的阻尼直 就等於是這台車乘坐的靈魂 所以阻尼的話 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喜歡那麼複雜 像KT那麼複雜的功能 不必高低可調 不必軟硬可調的話 那你也可以啊 考慮換像是KYB的藍桶之類的 它的阻尼直也是有做加強的 它的整體操控的感覺就會好很多 那KT的話多的功能是 它的軟硬可以調整 KYB藍桶的話沒辦法調整 車高的話也是可以隨著自己的需求啊 來做調整 所以它的KT的功能性較多一點點 那另外的話就是 大家都知道避震器是消耗品嘛 那有可能用久了之後會有阻尼裂化 統身需要做翻修的工作 KT的話本身就是一個製造者 所以都有辦法做這些售後的服務 像KYB或者是原產的話 它的阻尼如果裂化漏油了 那就只能做丟掉沒有辦法維修 單KT這些所有的零件啦 都是可以拆修的 好 這是後方的統身 這個的話 這個Rubble是進口的嘛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話也是從日治大廠 一般的話我們比較常看到的都是KYB 那這個是TOKIKO製造的 它的主名就是舒適 就是轉 好 那這台車還有一個狀況呢 剛剛我提到了如果你要降車高的話 可以改短彈簧 可是這台車喔 它的後方的行程這麼短 來 後方的行程這麼短 好 它的緩衝緩頭 大概這麼長 那車高再壓下來之後 如果你在改短彈簧的話 就等於是壓著滿頭再跑了 所以如果要改短彈簧的話 這台車可能不是很適合 如果要改短彈簧的Toyota車系 像經理自己公司裡面 讓車友們來試乘的 CAMERY的6代 CAMERY的7代 CAMERY的5代 這些前後啊 這些車款 CAMERY啊 它前後都是賣花承 那些的車款 它的行程那麼長 就算浪費掉短彈簧的3公分 也沒有關係 所以那些車款的話 就可以改短彈簧 那這個車系的話就比較不適合 好 那我們換來介紹車底 已經安裝好的樣子 阿倫你可以幫我問他 阿倫有客人喔 它的後方的話 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原廠的仰角 好 這是原廠的仰角 那改裝之後的仰角 它變成是可以調整的 為什麼要需要調整 因為啊 它後方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啊 正常原廠的車高 它也不是直的喔 它也是有一點傾角 那車高降低之後 這個傾角會越來越大 如果降到非常低的話 這個是比較誇張 不可能會那麼斜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輪胎這邊是不是磨耗的比較快 所以就有可能 這個輪胎本來 可以跑三萬五千公里 甚至四萬公里 結果因為Camper角度太大 這個這樣太趴 這邊先磨完了 搞不好只有剩下兩萬公里 那輪胎是不是很浪費 但原廠又沒有辦法 做這個角度的調整啊 所以就要改仰角調整器 這個長度 剛剛的仰角長度把它拉長 它可調嘛 可調就可以把這個角度 拉回到原來車高還沒降低時候的傾斜角度 這個叫仰角調整器 所以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有一個狀況也需要改 像是一代的KUGA 它的車高 它後輪Camper本來就趴了喔 但是大家都知道彈簧會衰退 會慢慢慢慢的低嘛 那降低之後它的Camper角度變爬 我沒有改裝耶 我KUGA沒有改裝 可是它的後輪Camper變爬 就有可能會失態 那樣的狀況也適合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今天的仰角調整器 它是在這裡 這一台是試傳版的 所以這裡還多了一個傳動種 它的仰角調整器在這裡 可調的機構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把這個可調機構調長 它的Camper角度就變正 它其實下方也有一個 在這個直幣的內側 也有一個可以調整的地方 這一顆螺絲 你看你現在是不是這一顆 對這裡有一個偏心的刻度 這顆螺絲 它是在做定位時候 最主要的角度是要調整它後輪的竖角 但在調整竖角的同時 仰角又會微幅改變 可是那一顆螺絲是一個偏心的結構 它轉半圈移動的範圍 因為結構的關係 其實改變的幅度並不大 如果車高沒有降低 那一顆螺絲是夠用的 如果車高有降低 那一個竖角調整螺絲 就不太夠用 所以那一個螺絲 不太夠應付車高 大幅降低的一個調整範圍 所以就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換來介紹KT的產品 這台車KT是配230長6公斤 前方的話是200長7公斤 在這裡 車高的調整的話 可以隨著車主的一個想要的車高 去做調整 這裡的話 上座要沿用 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後面的軟硬度的 從這裡來做調整 那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面 前方的話 上座有斜度的地方在這裡 從這個地方應該可以看得 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它上座的傾斜的角度了 這一顆螺絲的這一邊 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所以它的上座的斜度 是這個方向的 這個有斜度的上座 我們在02年左右的 CAMOLED 5代車上的話 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設計 在保時解上也有 所以這個上座的斜度 KT都有做專用的零件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方向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那這邊是副駕 調整的時候 駕駛座跟副駕這一端的話 都要一起來做 左右就是要對稱的 不能一邊五段一邊十段 左右都是要一樣的段數 那像這一條彈簧的話 也是為了這台修旅車 所專用的規格 200長7公斤 不是配成紙捲式的 它是一個燈籠狀的形式 修旅車的話 原廠也是要舒適嘛 所以我們配紙捲的話 不是不行 可是紙捲彈簧在壓縮回饋的同時 它會比較直接 比較適合偏向 比較喜歡回饋直接的一個車子 那修旅車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配這種彈簧 它會讓它彈簧壓縮回饋的感覺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油管 ABS感應線 離載串的部分 這些都是照原廠的位置做固定 那如果用料的部分還沒介紹 KD的用料的話也相當的不錯 像是我們在避震器統身裡面所填充 這個要煮泥油嘛 也有高壓氮氣 那煮泥油的話 它的一個選擇就相當的重要 因為如果比較劣質的油 它可能衰退 會成一個斷層式的衰退 KD的話 用油的話相當的不錯 這個是從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 意大利IP的主泥油 它的畢竟是進口 所以它的價格就比較昂貴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話 像在台中的海線 或者是在湖口 經理都有去參觀過 它有一個是國外授權來台灣做混裝的一個分裝廠 那它的油品質的話 應該也算穩定 但是畢竟是原廠進口的 所以它的IP的穩定度 還是比之前經理測試過的一些油品 還要來的更穩定 所以主泥油的話 我們一直以來都還是使用意大利IP的油品 那像是這一台車是日系車 日本做改裝最大的品牌 應該是叫日本的Tim 一個綠色塗裝的改裝品 那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最大品牌的NOK油風 KT一樣也是使用日本最大品牌的NOK油風 所以品質的話都有一定的水平 那如果廁所們 RAV4的廁所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經理剛剛介紹的地方 還有遺漏的地方還想要詢問我們的話 都可以私訊我們的KT的小編 沒有什麼問題吧 以上是今天RAV4五代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